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這節的每週一股 身邊嘉賓請來Arno Arno你好 你好 明天Arno會為大家推介他心水股份 推介之前要再做一點回股 Amano上次推介的股份是国泰航空 股份是293 上次推介时恒指五收是30,758点 而今次五收是30,889点 上升了131点 升幅大约是0.5% 至于他推介的国泰航空 今次五收是12.84 比上次五收下降了4.6点 跌幅大约是3.4% 当时Amano的建议是现价买入 或者当时的价位是13.3 目标是15元 这些涉价是12.3 Amano,你现在的策略部署有什么改变? 部署策略上没有太大变动 但国泰的股价由上星期一推介到现价电为止 的确是相对比较弱 始终是航空股 一旦说到贸易电这些因素上 特别是上星期说国泰最主要的亮点 未来来说 盈利增长动力来源 其中某程度上是很依赖货运表现 特别来说货运表现和经济敏感度很高 现阶段市场和暴力战 这些相关的风险因素 会直接影响到航空股的一方面的表现 另一方面 虽然油价有个回落的迹象 都相对比较稳赠的 这些因素都导致到整体温热航空股 没有一个 都出现了一个调整势头在那 但其实这些位置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的 其实你说国泰的部署策略上面都很保守的 因为你见到止泄价 其实都非常之近 设置到12.3这些水平 其实12.3 都是大约在4月份的底部 好 如果真的穿12.3 形态上有机会穿上头肩顶的形态是差的 但是去到这些位置 就是说直播率 这些位置设置在止泄价12.3 直播率是非常之高的 第一个目标是看15元的水平 但是如果未来来说 国泰好像公司正如上星期所推介的说 然后对冲方面也有一个改善的迹象 同样地公司拓展航班上 无论是客运或货运上 都有一个改善势头在 真的不排除估计有机会再向上市告位 所以这些位置纯粹是看直播率 我觉得这些位置如果没有买 更加值得去考虑 都是建议以12.3作为一个止泄位 博据不穿12.3这些位置 有机会整固完之后再向上报 不够Anno 和我们回顾完这只股份 好了 之后就回到今节的正题 就是推介你的深水股份 Anno 有没有什么提示 或者现在市况应该如何选择股呢 可不可以教大家呢 其实即使你今天升400几点 我觉得不代表未来转势 或者有机会破顶以上的 选择股份都是始终说基本因素 其实从这些位置开始 已经开始可以留意 未来在中期业绩方面有什么股份 业绩值得去憧憬 其实你说一论业绩 始终你说相对的透明度比较高 未来比较容易预测 都是以一些蓝筹股为主 以蓝筹当中 我觉得后市看法相对的仍然比较正面 或者这段时间是一个吸纳的机会 都是说一些石油股的 跟上次说国泰的情况一样 油价始终在后市来说 我觉得不会出现一个很大的调整空间 所以油股整股过后仍然会有一个吸纳价值 至于这些位置选择三绩油 买哪一只 我想首选仍然会选择857 始终有追后后概念 也说基本因素有些变化 这些位置真的有条件看好这只157 Ano 你就说三绩油里面 你自己就选择857 不如同大家看看油价和油股最近的表现 因为不少家庭观众打电话来都会问 到底三绩油里面应该怎样选择 我们看到不同的色线 比如紫色线是布南特旗油的走势 而绿色线是中海油 而黄色线是中石化 而红色线是今天Ano要推介的股份 即是中石油857 其实看这个图表很明显都见到 绿色线和紫色线的敏感度都很高 大家走的走势都差不多 但另外那两组油大家又应该怎样选择 应该看它哪一方面的发展呢 那两组油的话 如果其实的确是没错的 如果你十分之看好油价的表现 那你是说的 的确会经常都建议 真的看好油价的基本因素上 一定建议从事上油的183 中海油为主 但始终对于油价后市的看法上 我是看得比较正面的 但是你是说要预料布兰特旗油的价格 要上到80元楼上 甚至要市90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你是说布兰特旗油 如果你是现阶段6月份开始 潜在升幅了 可能都是一成都没有 所以你是说如果这些位置才去追 买中海油就相对地 我觉得未必说真的那么好 反而现阶段对于油股来说 开始会留意一些油价以外的相关基本因素 其实近期来看见306的走势相对不太差 你看到近期的306的升幅都开始扩大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306在派息上 一直以来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表现 所以你看看306的股价走势 其实一直以来跟857差不多 对债的分别就是由3月份开始 能够跑赢、跑出、甚至追贴整体升幅 原因就是公司整体现场派息比率大幅提升 大家对于未来来说306的派息前景 觉得非常乐观 反而你是说现阶段论升幅 最落后的确是说857 无论论估值或者论升幅上 857都仍然比较落后 因为始终说857和中石化 即是306和857 中石油中石化 最主要原因是相对地 不能够跟随油价 最主要两间公司都有部分的业务 去从事下游、成品油 或者是煉油化工这些相关的业务 所以也导致股价升幅相对比较落后 但现阶段可以这么说 对于未来油价的看法 波兰德企有 我觉得比较大的机会 在每桶第七十多元 至到八十二、八十三这些位置 我自己这样看 如果未来油价虽然有了升 但大致上也不会再有很明显的升浪出来了 相对地开始 如果完全从事上游业务 就相对地没那么好处 相反对当油价平稳的时候 你会慢慢看到中石一或者中石化 下游业务也会有所改善 而上游业务会直接受惠 情况会慢慢有好转的迹象 所以我觉得这些位置 如果真的要去选择 都会接到中 看857和386位置 至于二选一这些位置买 纯粹看博业绩 那么短线的方面看 就会建议选择857 Arno 你就说短线 博业绩的话你就会选择857 既然你都说得博业绩 当然也要看它之前的业绩表现是怎样 下一版是上年中石油的业绩 可疑 看见了 延二版按年变动上升超过2.4 经营利润上升了2.3 经营利润率下降了0.03% 股东应占日利上升了1.8倍 超过 而纯利率也上升了0.68% 首先Arno 我看见业绩都不错 因为变动其实都很大 除了利润率方面有少少下降之外 但也要接受到 但这个业绩表现是靠中石油自身的经营问题 即经营有所改善 还是跟油价有关呢 其实看中石油的持续经营的业务 的确是有改善迹象 但是持续经营的业务有所改善 最主要都是受到上游的业务 油价在2017年都有反弹势所带动 实际上你看营业额方面 其实跟油价升幅大致上差不多 主要都是受到下半年油价上升 这些相关的利好因素所带动 其实对于油公司来说 我们在未来不会预料这些油公司 大幅增加产量 与此同志 这些无论是下游的成品销售 或者在上游的一些原油销售上面 都不会有一个大幅增长的销售 所以你看营业额方面 很大机会整体炎 都是跟随着油价走势而有所变动 今年上半年业绩能够看好 其中一个原因 始终见到今年上半年 都预料油价仍然有一个贺观的升幅 起码有两成 所以业绩上面会仍然有一个反弹空间 其实中石油 其实业绩上面没太大量点 它都是说最主要受益油价反弹 但最值得留意就是说 盈利增长方面会是非常之强劲的 因为就是顺利率 其实看回到2017年 虽然有一个很强劲的盈利增长 但整体而言对于油公司来说 特别中石油的顺利率 都是1.1%左右 所以说今年油价再进一步反弹 顺利率预料会有一个反弹空间 但是说基数那么低 只要顺利率提升可能0.5 甚至1个百分点的话 盈利仍然有一个倍增的状况 所以说其实你看回首季业绩 中石油都有一个很强劲的盈利增长表现 而今年的上半年业绩 随着油价近期来说升了这么多 你说中石油预料中期业绩 绝对有机会之前发映起 所以说我会建议提早炒作 这些位置开始买中石油 真是说起码7-8月份的中期业绩 所以如果有些耐性的话 这些位置这只股份我觉得可以去考虑 刚才你刚才也提到 中石油其实有几项业务的 譬如上游 即是亨炭、生产、中油、下油那些的 有些炼油、化工、销售、天然气管道等等 刚才你也提到 油价其实这一段时间也升了不少 变相令到中石油的上游业务 其实经营利润也有增长不少 下一版我们就看到了 叠了四点出来上游业务方面的经营利润 即是横探与生产 其实上升的幅度也很大 这个是不是他们的盈利贡献最多 而拖累他们最多的油户是哪一点呢 未来会不会有些改善的情况会出现呢 未来我想焦点上面 或者未来最主要的盈利增长 都是集中以上游业务为主 因为始终讲特别是中石油的上游业务 即是横探和生产 整体而言的顺利率是相对比较低 这方面下版会看到 但其实除了这个焦点之外 上讲其他的业务 表现我相信未必是真的这么差的 不讲一些下游好像炼油、化工上面 虽然你在讲 整体而言原油价格上升 他们的生产成本会高了 所以导致上年业务也见到 经营利润不是升了很多 甚至margin 即利润率是减低了 即使盈利润升至2升 但是整体的利润 都是接近没有增长 就是预料未来来说 随着油价上升 他们的利润率会减低了 但其实可以看看 现阶段全球的成品油的数据上面 整体而言炼油、相关的油产品 一些下游产品 实际需求仍然是非常大 所以你在讲 如果你在看未来今年 正如我之前所说 我的看法就是油价 未必会出现一个大升的状况 如果你是维持这些水平 我觉得你在下游的相关产品上 业务上未必会出现一个倒退的情况 至于成品油销售 是去年做得比较差的 因为始终内地虽然有成品有格格的机制 但是始终油价急升急跌 很多时候未能够充分反映上升 但今年始终内地方面 成品油价格都上跳了很多次 所以我预料下游销售的一方面 其实未来来说 情况应该会有所改善 要上升到1%的margin 即是顺利率 应该不是真的那么难的事 所以在今年来说 会再看有没有机会有水平反弹 至于你来说 追落后的最主要原因 都是看回天然气管道销售 其实业务做得不好 经营量倒退 最主要都是受到 进口天然气方面的规算所改善 未来来说 中石油的进口天然气 会是市场的焦点 这方面之后会进一步谈讨 是的 进口天然气方面 我们稍后一点点 过了几个slide 就会再和大家谈谈 接着我们再下多版 再说一下油 因为大家看油股 当然都要看什么油 刚才我们一直看很久 就是说油价 平时看油价有布兰特旗邮和纽约旗邮 而中石油就是看布兰特旗邮 从图表看到 红色线就是布兰特旗邮和纽约旗邮的差价 而黄色线就是布兰特旗邮的油价 红色线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两者曾经高峰的时候 是可以相差25元 不过去到现在近期就相差10元左右 首先都问番奴 未来这个差价会不会再扩大 还有有什么因素 会左右这些油价的表现 这个是说整体延两者差价 和布兰特旗邮的10年来 这10年来的相关表现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方面对于油价后市的走势 我都不再作太多的说法 因为上个礼拜 讲国泰的时候都说得很清晰 我相信油价真的不会出现一个很大跌的情况 整体延如果从技术走势上 布兰特旗邮很大机会能够维持到 一条中期的上升柜 这条上升柜大约是70元 这些水平 所以我都挺有信心 布兰特旗邮 是70元流伤的 另外油价有什么值得去探讨 当然为什么你有信心 或者近期市场对于油价的风险 主要离不开两件事 就是OPEC 就是油组和俄罗斯 有机会增产 这个的确是影响的最大风险因素 另一方面就是在数据上 美国的业岩汽油或者蒸汽油 真的有一个明显增加的迹象 可以留意这个因素 特别是美国原油产量增加 我想影响最大机会是浮现 在美国纽约旗邮上为主 其实你看到图表上带出什么信息呢 就是说当布兰特旗邮的价格 大约升到70元 80元流上 当你看到黄色线大约升到这个水平时 波兰特旗邮和纽约旗邮的差价 是会越抹越阔的 原因就是影响美国纽约旗邮的因素 就是说当油价处于这么高的水平 说一些油公司 开采新的业岩汽油 或者开采一些新产量 整体然然利润空间是足够 他们会不断增加产量 所以影响对美国纽约旗邮的价格 所以近期来说 特别说对于美国的业岩汽油 或者说对于美国的油产量增加 这极其量真的影响美国纽约旗邮 短期来说不会带动到 令到波兰特旗邮的价格有个明显下跌的迹象 至于另一方面 另外一个风险因素 说到OPEC 增产 始终我觉得不需要太担心 仍然维持看法 最终看回OPEC 为何要做减产 一开始也有说 最主要是希望沙地亚美上市的时候 能够有个更高的市值 所以我相信油价短期来说 真的不会跌 除非真的看到沙地亚美上市了 由早开始不只是去执行减产协议 这个会是一个风险因素 但我想短期来说 这件因素都没有那么快会浮现出来 所以暂时来说油股 我觉得仍然是有调节 可以先看过去 好啊 接着又再落到一板了 再看一看砍探业务那方面 因为刚才我们看业绩的时候 看一些业务分布的时候 也有提到上游业务 即砍探业生产那里 其实经营利润有一个很理想的增长 接着你又看会不会这个情况继续继续持续呢 其实说到深探业务有一个很理想的增长 其实很老实 又不是说公司的业务会做好一点 或者说现在未来有一个前景很乐观 纯粹是回复一个正常的铁断 对于油公司来说 永远都是上游业务是最赚钱的 但其实你看回油价之前有急跌的情况 虽然去年有个大幅反弹的情况是多 但如果你看回整体经营利润率 跟2015年的水平比较起来仍然是差很远的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的实现油价仍然是相对比较慢 没有完全跟随整体国际油价那一方面的表现 但会不会长期落后 机会性是不大的 所以说今年2018年 其实你看回平均油价 以波兰特企油为 都徘徊回到60至70元以上的位置 而2015年整体研波兰特企油价 都是徘徊回到70至40元区间 所以预料到2018年 整体研波兰特企油价 有机会上升到2015年 还有三成多以上 这些比较健康的水平 所以对于上游业务来说 我觉得今年来说 其实中石油会有个大幅改善的情况 虽然说上游业务的占比 相对没有那么重 但由于基数效应 所以未来三桶油论盈利增长 中石油的确是三间当中 增长比较快的日间 好 看完嵌业务之后 我们再下一个版 看看天然起进口的业务 这个点可以说是近期的中石油 由大家的焦点所作 我们看好图表 都看到2014年的时候 其实亏损都挺厉害的 超过350亿元的人民币 去到2016年和2015年的时候 就有个收债的情况出现 去到2017年的时候 有了多番 去到239亿元的人民币 之前法国有说过上条居民用汽门站价 会不会有望他们的亏损情况会改善呢 还有为什么2015年和2016年的时候 又可以收窄 但到2017年又会多的亏损 其实都看到那个走势 中石油的进口天然气的亏损 过往来说很跟着油价走势 当油价升得急的时候 他们的亏损会扩大 当油价跌的时候 亏损有机会可以逐步的收窄 主要原因就是第一方面的 整体的天然气价格 虽然未必要完全跟着油价 但走势上都是能源价格 大致上是一致 所以当整体的油价跌的时候 整体的进口天然气价格下跌 反而对于中石油的亏损有所收窄 主要原因就是 现在一段 基本上中石油的角色就是 在其他的中国以外 中亚或者俄罗斯以上的地区 进口一些天然气 再卖给一些分销公司 再由这些分销公司去卖给一些居物 而中石油这个角色 是真的没钱责的 主要原因就是内地 鼓励应用天然气 希望中石油引入更多的进口天然气 所以 量不断增加 但是处于一个做一单事一单的状况 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够 完全将成本转价给那些分销公司 而这些分销公司 也不能够将所有成本 分价给消费者 但是今次说 上调门站气价 大家的看法就是 未来将部分的成本 有机会可以转价到消费者 所以整件事的结构模式 就是预料一些 可能是燃气公司 就是从事管道分销的公司 未来他们的利润率 有机会收窄 但是中石油 未至于说可能会有机会赚钱 但是虚算 预料有机会可以大幅收窄 因为可以将部分的成本 转价给那些石油公司 但是其实隐忧当然会有的 会不会近期来说 近期进口天然气的整体价格 升幅反而比上条门栏的幅度 更加之多 虚算可能有机会持续在 都不奇怪 这个会是一个风险因素 但是你说 进口天然气 虚算有望收窄 是不是单单消息出来之后 完全没有反应 未必 因为说其实未来 进口天然气的量有没有机会增加 可以发挥到规模效应 这个也是一个市场焦点 其实你说如果 仍然处于一个做一单试一单的状况 对于中石油来说 他们未必说很有意欲 去加大业务规模 但是今次上调完之后 第一方面 亏损有机会收窄 第二方面说 现在未来有没有机会合作 就看回 可能是俄罗斯来的未来 普京仿华 你说会不会有机会在天然气方面 作进一步的合作 有这方面的憧憬在这里 你特别看到在2017年年尾 你看到天然气供应量 真的出现一个不足的情况 所以你说未来来说 有些短线的炒作因素 对于中石油来说就看回 会不会在进口天然气上面 会不会有更多的合作因素 导致中石油的估值有机会提升 这会是一个焦点 好 接着就想和阿龙说一下 中石油的估值 因为都想问一下 如果对比同业 中石油算不算直博 算不算划算 下一板看到你 已经列了图表 有红色线 黄色线 和绿色线 红色线就是中石油 相对上就落后一点 而黄色线就是中石化 排在中间 而中海油排在最高 就是绿色线 你又觉得是否比较值得买呢 如果现在来计算 平时都说三通油当中 短炒建议 二番中石油 或者主要是他们的估值相对比较低 但是很老实的 说当估值落后的时候 很多时候背后是真的有个原因 中石油的估值落后 最主要原因就是 真的是受到进口天然气 下游业务表现不是太理想 而有所拖累 你说中石化都有这些问题 但是就说由于他们有个 强劲的财务状况表现 派息亦都非常乐观 所以都令到整体现公司的估值大幅提升 但是你说中石油 一直以来是没有这个因素 其实不会预料中石油的估值 可以完全追贴中海油 始终上游业务 随着油价仍然处于一个上升周期 你说那个估值 会相对比较高 这个是合理 但是你说中石油现阶段 连一倍的市场率都没有 我觉得是过分地落口 原因就是因为 那样的进口天然气有所愧损 仍然是拖低他们的业务 基本上中石油现阶段的天然气 进口天然气的相关资产 你不会有人去接手的 所以公司的整体研究 每股资产正值 可能大约是8元港元 但是现阶段的股仍然不足 就是在反映这些因素 但是我正如刚刚所说 现在在看的是 看进口天然气的亏损 会有所收窄 甚至有机会不用再处于一个亏损状态 所以资产正值 有机会在股价上 有机会资样有个大幅收窄的情况 现阶段油股 我觉得真的没有理由处于一倍VB留下 所以如果在这些位置 油股要去选择 我建议选中石油 始终我觉得是足够的条件 股价上到一倍VB这些施值 好了 阿罗,你说选中石油 你的策略是怎样呢? 今天看到中午收市价 就是报6.42 今天它的走势都是要省微偏远的 现在会不会是一个入市时机 还是要抗低一点点呢? 都建议抗低一点点 始终油价在短期后市来说 我觉得表现比较繁复 未必那么快可以跌势团定 所以看看有没有机会下到 8.3这些位置才去买 6.3是吧? 6.3这些位置就去买 其实最理想当然6元这些位置会比较安全 但始终我觉得也不需要差那么多 或者一个小小价位 没有所谓 因为始终你做部署的 主要都是博来未来中期业绩 有机会发盈起等等 所以说6.3这些位置可以第一次去买 指示位会计得比较近一点点 始终8.57近期来说 升得比较多都要做好风险管理 当油价真的可能得如其来一些因素 令到它大跌的话 都可能要先一线行止涉 以5.7如果真的穿了平均移动线 50天线都失售卖 5.7就止涉了 不穿5.7 这些位置又继续持续 正如之前所说 目标看到接近8元这些水平 就是薄它升到接近一倍的市场率 好 谢谢阿努你的推介 都给你申报了 刚才提过的顾问有没有持有 也没有持有 好 谢谢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稍后再见